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同时还是香港刑事领域的专家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节目中 他将会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 知名大律师和律师 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当下的热点议题 解读香港的法律制度 为大家带来生活中最实用的法律知识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马恩国先生 他是资深职业大律师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的创会主席 同时也是宪法宪托法领域的顶尖专家 这几天我有看到在全球新冠病毒肺炎 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 而在这个同时 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论也是日趋的激烈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多次将病毒称作Chinese Virus 美国媒体也是多次对中国进行了无端指责 有的人甚至叫嚣要向中国索赔 美方的言论也是引起了中国民众和相关部门的强烈愤慨 那么在这一场舆论战当中 美方的指控有没有法律依据 因为公共卫生事件而产生的索赔 在国际上又是否存在着法律先例呢 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丁黄大律师 以及今天的特邀嘉宾马恩国大律师为我们解答 我是丁黄 欢迎大家收看丁黄说法 首先我想问一问的是 近期新冠肺炎席卷全球 威胁了我们基本上全人类的健康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不知做什么 跳出来将矛头直指我们的中国 但是在两天之前 我们在网上又看到一则很轰动性的新闻 就是说点名点姓的 就是美国一位女性的军官 就是她把这个病毒带来武汉 在网上这么爆炸性的 针对美国女性军官的新闻 可不可信 还有哪个国家是需要负责任呢 多谢丁大壮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 其实刚刚在昨天 美国的CDC 就是我们叫做美国的疾控中心 就是全管了全美国的疾病传播传染 全疫中心的主席 就出来美国的国会听证会 是接受这个盘问的 他在听证会上 那些国会议员就发问 那些听证会主席 他说美国原来在2019年年 年底的时候有个流感爆发 流感爆发死了1万6千人 有28万人住医院 这些信息是在纽约时报报道过的 昨天的听证会就说到这件事 那问题去到哪里呢 就是原来在这1万6千个流感死亡的个案中 原来是有些冠状病毒死者 其实在这些死者 是包含在流感的大名词当中 其实他疾控中心的主席 是承认这些死者 是有可能是包含这些冠状病毒的大病者 所以其实美国在2019年下半年 已经有人因为冠状病毒而死 这个数字 1万6千人和28万人 是包括这些新型冠状病毒的大菌者 那些国会员就问他 那为什么你不上报 有没有上报啊 这些数字 他说数字是有上报的 不过呢 总统府就不愿意将它们细分 因为如果你细分 这些冠状病毒 就会带来一个 令到美国国民觉得 一个新的病毒就很恐慌了 他就很恐慌 所以为了避免恐慌 将冠状病毒这个名词 不公开说明 而将它吸收在归类 在流感里面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没事了 这样是隐瞒的 那没办法 为什么隐瞒呢 这个就更大出一个问题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在2019年的8月5日 这个《纽约时报》 是出了一篇报导的 这篇报导是说什么呢 美国疾控中心要求在 美国马里兰州 一个陆军的细菌研究中心 勒令它关闭 那这个美国陆军细菌研究中心 是研究什么呢 是最高设防的研究中心 因为它里面所研究的东西 就是一些很传染性很大的一些 我们可以说生化武器 因为不是陆军研究中心 陆军为什么研究医学 就是因为研究一种武器 所以8月5日有了这个美国疾控中心 要求这个陆军的细菌生化研究中心 是关闭的 为什么关闭呢 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那些 你知道研究完 它要将那些物料去吊气 就是那些实验里面的那些剂量 里面那些试验里面的那些用过的细菌 它要吊气的嘛 问题就是吊气那里不行 吊气那里可能有些漏出来 所以令到可能疾控中心知道 就一定要它关闭 它真的关闭了 好了 那这个和我们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疾控中心的关闭呢 美国就在8月这个疾控中心的关闭之后 9月就爆发大流感了 9月份爆发大流感 那爆发大流感呢 就刚才我说了 就是它上报了 总统府就认为应该是 不要说什么新病毒 就是说全部流感 就是让人觉得是流感的问题 而大家注意了 刚才我说了在军方研究的一个实验室里面爆发 就是流出来的一些病菌来的嘛 你看看我们今年的10月就是这个 在武汉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军事的奥运这样的运动会嘛 军运会嘛 军运会嘛 其实美国呢 就最近呢 就最近呢 有一个叫 叫偵查记者 就是美国的记者 很多是去偵查的真真相的 那这个记者呢 就在 发现了呢 其实美国呢 有什么人是去过这个武汉的 而回到来呢 就是他们回到武汉之后 再隔离检查的在美国 就知道呢 哪一个是第一个带困者 其实第一个带困者呢 就是这个叫做 Matia Banassi Matia Banassi Matia Banassi 这个名字呢 就是一个荷兰姓来的 Banassi 她是一个女军官 她曾经为美国呢 她是做什么呢 是在美国的驻外的使馆里面 做大枪的护卫 她也去过NATO 就是NATO 做复过疫 就是美军来的 她是踩单车很厉害的 所以她去到武汉呢 她可以踩单车了 还是有决赛的 那么呢 这个Matia Banassi 就被发现呢 的确呢 是在第一号带困者 所以呢 其实武汉的病毒 现在的美国人都找到的根源了 就是这个军官呢 就有机会是将这些病毒呢 从那个实验室的那种泄楼 去到 带到武汉的 就是 暂时来讲 结论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 双方的阴谋论都未必对的 就是说我们内地 我们香港人 或者怀疑是不是 美国特地去找军人 去打疫苗 去那里注射给蝙蝠 跟着蝙蝠散播 我们中国人吃蝙蝠 所以就流到香港我们了 其实不是的 多谢Lawrence的讲解 基本上呢 就是说 现在的状态 和病毒的根源 都在 这一刻的资料 都是迫索迷来的 但是呢 我们就是有最新的一些 爱国人 美国人呢 自己爆料 就说 原来呢 第一位受害人 受带滚者 是由美国去武汉的 这件事呢 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就是 源头在哪里 这件事 我们都会看回事情 继续去发展 这次Lawrence 这次冠状的肺炎 是史无前例的 有些人就说 这些根本就是 人为做出来的 但是呢 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说 这件事情 就是造成了 中美的一个 舆论国力的 一个新的战场 嗯 我会觉得 整件事 在现时为止 是一个叫做 国际关系的一个问题 嗯 美国现在 和中国 在一个国际性的 大的平台上面 是会 说一下你的是非 说一下我对 还是说一下你错的 那么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有些什么法律问题呢 我想这个是 关乎于国际关系 一个国际关系 一个国际关系 多过一个法律 因为虽然我们有国际法 虽然我们有联合国宪章 有不干预 就是国与国之间 不干预原则 是吧 但是美国你看到他这么多年 他都是 一向都是参与 或者是加入 或者是介入 无论是软性 也好硬性 也好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 以达到他美国 发展的利益 就是美国是不会守远的 在自己的利益的范围 那现在问题就是 因为 中国的崛起 就是说回 中国的崛起 这个经济发展 做为世界工厂 就是我们已经 美国人开始 就没有问题的 现在呢 我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了 比美国的那个经济 刚刚就是美国第一 我们第二 那现在追紧美国的时候 美国就觉得我们是威胁了 特别是 现在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 他更加是一个反华政策 是反华政策 所以他对我 其实以前 一向在1980年代 就等中国发起的时候 就已经有个中国威胁论 就是美国那时候 就是利用外交 这些途径是围堵中国的 去实行中国威胁论 围堵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威胁论的大前提下 一向都继续的 那到现在 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 他就更加是对国家安全 被我们威胁了 所以我们在 我相信是习主席 在组成了一个 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前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前是国安部门 国安部门只是一个情报部门 他不是一个实质执行的部门 那现在好像 美国就已经有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我们中国是跟风的 我们国家安全委员会 统筹很多国安部 公安部 军队和外交部统筹 习近平主席是作为主任的 那这个委员会 发布了一个很权威的文献 他就是干部独本的国家安全总官 这个是在2019年初发布的 他包含有12项 政治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 社会安全 科技安全 网络安全 生态安全 资源安全 核安全 海外利益安全 好了 那我们现在反映一下 反思一下 到底这件事到底是哪一个问题出 哪一个环节出的问题呢 就是社会安全 但是忽略了就是 这些细菌安全 所以这个社会安全 这些网络 科技 生态 资源 全部都没有想到细菌安全 我觉得这里是要落密的 是要防止这件事 所以现在这次真的 中国真的拿到一个教训 在国家安全总官里面 必须要纳入这个细菌安全的问题 好 非常多谢我们的马律师 马大律师 他给了这么长进的一个解说 Lawrence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都是有关于法律问题的 那美国有些政客 就不知道他们想什么 就说 中国在这件事上 是要负存责的 还有是要赔上 那你也知道 赔多少呢 是赔2万亿美元的 这些这样的狮子开大口的 妙论 那法律的基础又在哪呢 其实我觉得 你这个源头 刚才说了 结论就是 根本上这个病源 其实就是美国自己 军方研发的一个系统 而出了问题 洩漏了一些研究的 一些细菌了出来 因为他可能在处理 在处理遗弃那方面做不到 所以美国自己本身 都禁了他的 所以刚才也追溯到 第一个根源 就是一个美国军人 来内地 踩单车竞赛 所以他对方 如果是在法院 要证实这个 要拿中国赔偿的 那证实不了 那是中国的问题 当然他的问题 就是为了 中国生产生化武器 这些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本身 在中国的历史上 都没有生产生化武器 还有刚才你说的 那个法律问题 或者我说的 一个进行 一个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赔偿的先例 是没有的 那在我们 即是美国 也是普通法国家 是不是 大家普通法国家 虽然他和英国 虽然都是普通法国家 和香港都是 但是普通法 都多一点点出入 但是大体没有变 第一 这个大问题 审判权 美国法院 对中国政府 为什么有审判权 因为是一个外国政府 来的 如果说普通法 有一个叫 国家豁免权 就是国家豁免权 外交豁免权 大家听到 都很理解 外交官在一个国家 如果他犯了罪 是不能被当地国家 审讯和逮捕的 这是外交豁免权 国家一样有豁免权 就是国家不可受 另一个国家的法院去审判 这个是国家豁免权 这个在西方法律里面 是很认知的一种法律 这是第一 第二 你要赔偿 他要赔偿是什么呢 他说我拿了个判词 告你中国政府输 麻烦你 美国的资产全部给我充公 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资产是什么 就是中国公司 就是中国公司在美国做生意 他们有些资产 充公的资产 问题就是 那些资产不是中国政府 那些资产是中国人民的 中国人民现在受害 被你的冠状病毒受害 你还将他的资产拿走 是不是很不仁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 美国法院是 一不会受理 二也不会执行这些资产 那基本上 他们在法理上面 和商业上面的财产随属 我们说的ownership 那边都会出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们基本上 现在他们 美国是叫做 胡鲁女是暖落药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俗话 叫做 东西不可以暖吃的 说话都不可以暖说的 是吧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 现在 有人说 现在的病毒 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出事的 但是 Lawrence 那些说话 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是暖说二十四呢 那他如果假设 他今次就是颠倒是非的 就将自己的生产的一些病毒 是嫁祸给中国的 如果是这样的假设的情况下 有没有一些法律的责任呢 言论自由是一个限制的 那他的诽谤就是限制言论自由 就是言论自由是一个港化的权利 但是他诽谤是一个特别的法律 国与国之间之中是一个外交层面 不是一个法律层面去解决 而如果真的 真的证明了 这个病毒是由美国传过来 而导致中国有损失呢 我想中国是可以去国际法庭 控诉美国的 我想这个是下一步 就不是在中国内地的法院 也都不是在美国的法院 是在国际法院 要求美国就此而赔偿 这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刚才我所说的 证明到这个病毒的源头 就是这个美国 那当然我们中国也要证明 我们自己也都尽其所能 去维持 去帮助这些病毒 所以这些后话 是否赔偿 好的 多谢Loris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要做一个小节 今次的节目 就是说马大壮 就是为了我们 分享了新冠肺炎的起源 会不会在美国呢 非常详细的分析 而第二点就是相关的法律 美国在这件事上 是一个舔天盖地的方向 去指责中国的 他的理据好像很薄弱 是吧 他们说要什么呢 要二万亿美金 可能会否要抢呢 第三点就是说 马大壮刚才已经很深入的分析 就是说 在Jurisdiction 就是我们法律的管制区 和Property Ownership 这个位置 美国都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 一些法律的阻碍 非常之多谢马大壮的分享 下一期 下一期我们都会很荣幸地 请到马大壮 我们会谈谈屋与隔离电子手环 相关产生的一些法律 希望大家下一集收睇